今天是2020年11月14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今天是2020年11月14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没呀 快了 Today is November 14, 2020 Hash channel will be in a find in Taiwan today Refi soon 今天的视频想来骂一下 蓬佩奥这个蓬珠的一个反华言论 他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蓬珠呢都快下台了 下台之前再来一个疯狂的言论 让我觉得非常的恶心 其实呢 他这个言论呢 也引起了民进党当局 还有国民党啊 也有一些人 一个反转啊 就说啊 我们是支持蓬佩奥这个言论的 在这里啊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台湾如果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他是哪里的一部分呢 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啊 我就请国民党来回答好了 如果国民党的人也赞成了蓬佩奥这个说法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我想问一下 国民党你现在拿了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 中华民国简称什么呢 是不是也是中国呢 所以呢 我现在觉得国民党的人啊 也是在搞台独的 在台湾省这个地方 不管是哪个政党 除了新党开 还有一点点的希望 但是现在新党的话呢 也是新版的国民党 但是在我看来 现在台湾省的这些党派啊 都不是支持中国的统一的啊 都没有很支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呢 蓬佩奥这个蓬朱的这个言论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引起了台湾岛内很多人的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反应啊 说啊 有美国爸爸继续支撑我们 让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恶心 我在这里就想对蓬佩奥说 你疯狂不了多久了 因为啊 你还有你的特朗普 马上就要下台了 特朗普想不承认自己输了 这个总统的选举都没有办法啊 现在种种的迹象都表明 拜登赢得了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了 虽然呢 现在还没有美国政府的正式宣布 那么我们其实呢 已经看得到这个迹象了 就是拜登当选了嘛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中文的博大精深 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中文的博大精深呢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他说了一段话 让大家觉得中国什么话都说了 但是呢 又好像什么话都没说 汪文斌他说 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 对于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同时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 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 这段话是不是让大家决责 什么都好像说了 然后呢 又什么都没说呢 什么都好像都说了的情况就是啊 就是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那么祝贺什么呢 是祝贺他们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吗 但是也没有将总统和副总统放在祝贺的后面啊 我们仅仅是表示祝贺 后面呢 还有一句话 做了个非常清晰的定位 设置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预期啊 后面就说 同时呢 我们也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 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最终的确定 也就是说 只要你们美国政府一天没有宣布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我们还是保留余地 避免我们到时候祝贺呢 还祝贺错了 那就很尴尬了 所以呢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汪门斌这段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水准的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评一下 我们中文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这段话 我们表示祝贺 但是还保留余地 我们尊重美国的法律和程序 所以呢 汪门斌的这句话 真的让我觉得中文的这个学习 是可以一直活到老学到老的 在这里顺便想推荐一个油管博主 给大家认识 这个油管博主的频道 可以看这个截图 它的名字叫做脸谱 他刚才的这个视频呢 也是大骂彭珠 甚至呢 也骂台湾人就是贱 因为呢 他也是不想把台湾人当成是中国人的 因为他在视频里面说到了 台湾的智商啊 还有这个想法都跟我们大陆人 不是在同一个层次里面的 他们不想当中国人 所以呢 脸谱这个油管博主也就说了 既然台湾人不想当中国人 我们大陆人呢 也没有必要拿着我们的热脸 去贴别人的冷屁股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视频里面很多话 都是说出了我的心声的 也是骂出了 我可能我风格不会骂得出来那些话 让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解气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订阅一下这个脸谱 这个油管博主的频道 他的这个视频也是骂出了我的心声 他的之前有些视频 我现在看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有很多还是说的非常好的 好 视频的最后的话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这个截图 在截图里面写的就是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 纲要事行 扩号 这个纲要的话呢 写的就是 我们要从制度层面上回答 未来要打什么仗 怎么打仗的一个重大问题 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对巩固深化领导指挥体系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成果 对推动我军联合作战能力 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1月13号 我们有这个作战的干要来发布的话呢 在今年这个时机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作战干要啊 台独分子们 你们好好品一下吧 我们已经有作战干要的一个发布了 那么我们有新的国防法的一个发布 那么我们也有反分类国家法 蓬佩奥这个彭珠继续来支持 台湾说什么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是支持台湾人继续捉死的 继续来支持美国爸爸的一些反华言论 只要你们继续捉死了 那么就离解放台湾 中国的统一不远了 继续捉死吧 台湾人继续来支持蓬佩奥 继续支持这个彭珠 我就看你们能癫狂了多久 反正我们作战干要也有了 那么我们真的很期待 什么时候能够解放台湾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